前幾天在美國最高法院 就有一個決定 這是Affirmative Action 他就說這個不行了 在這件事裡什麼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因為在一九六幾年一路開始 美國的名牌大學 例如哈佛 總之是有這麼出名的大學 那時候六幾年全部是白人 但是黑人平權之後 有很多的大學就說要多元化 就是修生要多元化 他們有一個制度就是說 現在要開始主動收多一些黑人 這個無可厚非 因為那時候美國大學校園 是真的白得很白 他們就開始用一個方法 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即是說如果有這麼多人一起報 有白人有黑人有什麼人都好 我每一個的人種就要鼓勵一些少數民族的人種 所以他有很多一定要收多少個percent 要收多少個黑人 要收多少個有色人種 那不只是算是高不高分 高分當然 哈佛那些 你不是說高到很高 是真的頭過零點幾percent 你都不要想入了 那不只是這樣 還有呢 有很多考慮因素 你是不是少數民族 你是不是家裡是窮 這樣會收 所以在六幾年 七幾年 八幾年 九幾年 一直有色人種 在這些名牌大學 越來越多有色的學生 種族是多元化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尤其是在很多白人 那時候 七幾年 你都這樣過 因為那些學校 就說收多些的有色人種 但是對於華人 或者亞洲人來說 這個是問題 因為一路六幾年 七幾年 一路亞洲人 即是中國人 韓國人 即華裔 即是在這裡出生的 他們很多都是美國人 但是華裔的話 就算他的分數是很高 和白人一樣高 或者和其他有色人種 可能更高的 他進不了 尤其是亞洲人 有很多白人都是 即是分數是很高很高 即不是說差的 不是說不夠 如果算分數 其他東西 他們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們被拒於門外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方法 就是收了那些有色人種 那麼多 是diverse了 白人自然會 白人自然會 對比是少了 所以很多分數 一樣那麼高 或者甚至 比其他 他收了的有色人種 更高的話 分數來說 他進不了 好 那這個 因為他有 說好聽些 就是affirmative action 說得沒有那麼好聽 就叫做quota system 即是每個民族 有個quota 你華人、亞洲人 你的quota滿了 明年請早 不是 還要你考高一點 就算考高 也未必可以 所以這個問題 那就有幾個是華裔的 想入哈佛的學生 連同一些 一路告告告 現在就告到這個 最高法院 在最高法院 就頒布了 說不行了 一定要 merit 那 那當然 如果是亞洲人來說 那就高興了 但是 有很多的人 媒體 就說不行了 這個 就打到尺 這個是歧視 因為你不讓 黑人 或其他有識人中 入名校 如果這樣算 這個純粹是我的意見 如果你不同意 就 即是你要在個comment上 為什麼呢 你就在個comment上寫 這個是問題來的 因為如果真的靠merit merit不是說成績高的 譬如我運動很好 我體育很好 或者我有其他的公共事務 我好參與 那些 這個都是merit來的 都可以算進去 但是種族呢 因為我膚色是甚麼人 這個就不能算進去 有很多人說不行 如果是這樣 有很多人就進不來 那是否呢 那當然 你譬如說 你奧巴馬那些 說不行 因為奧巴馬是哈佛的 那 他那些當然說不行 拜登那些說 這個是錯的 或者拜登也說 這個是錯的 那 就是這一班 平衡國總統 那些這麼聰明的人 那我當然不會反對他們 說他們聰明過我很多 但是那就是問題 如果你要加個種族下去 這件事就很煩 因為就算你是所謂黑人 或者有色人種 過得多久 因為這麼多代以下 以後 這樣的有色人種 是 你是不是要 這個policy 是不是一定要 喂 你要多少個percent白 那就算奧巴馬 都是五十五十 那你說 喂 再過下一代 那就二十五了 那二十五之後 那你是不是 如果繼續下去 你要全 就是說 想你那些子女 可以用到這個益處的話 是不是你要逼自己 喂 你千萬不要跟 另外一個人種結婚 因為是不是溝淡了 那就是調轉來說 那這樣 你是不是就是說 還不准別人 diversify 你是要控制你的生育 那樣 你要維持這個 喂 這個只是給有色人種 那你要多少percent 才叫有色人種呢 喂 五代十代之後 就是 單位數字 或者1個percent 兩個半percent 那你怎麼辦 那時候 兩個半percent 都是有色人種 那 不行的 那 他們可能說可以 但是 這個很難計 所以這個 在這裡也有問題 還有他們的argument 就是說 這個叫做quota system 就是說 有這麼多個位 我這麼 有100個位 我就要有幾多個位 一定是要有 黑人 有幾多個位 要什麼人 什麼人 他們就是用這樣的quota system 那個pi就是這麼大 我就一定要有幾份幾 要分給什麼人 他們的想法 可不可以說 這些是名校 名校 收費狂貴 還有他們有大把錢 什麼Harvard Foundation 那些endowment fund 真的數以幾百億計 很厲害 他們為什麼不想想 不是用quota system 反而是用mirror system 但是整個批是大一點 擴大這個批呢 那不行 物以小為貴 我是難入的 但是就算被拒於門外 那些亞洲人、白人 那些有很多都很厲害的 那你是故意的踢走他 如果他那些 那你可不可以整個批大一點 收一些多一些很厲害的人 反而我要收一些很厲害的人 但是要很厲害的 什麼膚色的人 那不是這樣想的 如果你不用膚色 反而把那個批是大了的話 你什麼膚色都好 都會有厲害的人 就會把那麼多的聰明 多一些聰明的人 收進來 這是不是更好的想法呢 那我當然沒有奧巴馬 那些人那麼聰明 那他們可能是適合的 我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 這些名校 哈佛、Stanford、Yale這些 他們呢 除了用這個種族 是計數 收人的話 還有 不如他們有一個 叫做legacy program 即是說 喂 你老爸有一份畢業的 兒子呢 如果那些分數有那麼多 都不用什麼 可以入的了 那 那是不是還不公平呢 那 如果真真正正是 merit也好 用種族也好 這個legacy system 是不是還不公平呢 它是應該可以 不如你罵 人家說 喂 你不收我 因為我的顏色是什麼 你不如罵一下 現在你沒有了這個 你不如反而是 罵一下那些legacy system 因為老爸以前是 哈佛畢業 你現在要入哈佛 是容易很多的 你不如罵一下這個制度 還有一個 那些收生制度 就是don't assist them 你那些億萬富豪 當然想兒女好 入哈佛 入Stanford 這樣 喂 捐錢 捐你一百萬 二百萬 捐錢入你的endowment fund 喂 可不可以啪啪肩頭 喂 我兒子我女兒 今年想入你那裡 方便方便 那這個是不行的 它是不行的 那你如果要罵 我就不如罵一下這些 就不要說要抱著一個quota system 還有 這個真的要半天吊 有些是sports 我打籃球很厲害 我打足球很厲害 我用什麼什麼 運動很厲害 可以的 喂 用那個 這樣 因為我是很厲害打籃球的 我入你某某大學的籃球隊 來招聘我 那就是 找球星 現在有的 如果你罵 不如也罵這個 大家不罵 只是罵我要抱著 這一個人為我是 什麼人種要收我 要優先 這樣的system 那什麼system 什麼制度 都不是十全十美 這個就知道了 所以 這個決定 有很多 因為這個制度受惠的人 現在這樣被最高法院 否定了 他們當然是很死慌 但是 他們應該也想想 他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彌補 不如我就說 把批是弄大一點 就是 我 跟 我 說 說 在